如果是在家里没有事情过的话 手机就是唯一我们的办 我们办着我们过日子的东西来的 那么当然如果是说这段时间 除了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做之外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这样子一直持续下去 这样子的疫情的话 所受到影响的这些行业是包括多少 有多少的商家是因为这样子的疫情 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需要去再讲这个东西 但是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的话 我希望说因为今天我们是要给你们分享一个 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如果是可以的话 请在一开始的时候 先让大家把之前你所曾经听过的一些 可能说在这些执销传销 这些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这些机会 这些商机等等 全部都先把它 从你的脑袋里面拿出来 为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空杯的心态 因为如果是说你里面已经装着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硬要把东西 硬要把新的这些知识 都塞进去你的脑袋里面的话 其实你是不能够放空的 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可以把你的脑袋里面 你之前所看过 你之前所听过的一些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都好 先把它放在一边好不好 因为我们这个上映管理有限公司 我们的商城不是MLM 我们也不是MG 不是Money Game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说用一个心思去考虑一下 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让你们去实行好不好 那我们是采用什么呢 我们是采用了这个单层模式 我们是用的这个Single Live Formula 所做的这个机制 来完成我们这个商银商城的 OK 好 那么首先的话 在这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这个名字是商银管理有限公司 那么商银 商银其实顾名思义 它还有另外一个寓意的 第一是什么呢 商银 就是说三方面都会是赢家 哪三方面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会员 如果说你在我们这个 商银这边的成功会员的时候 你一切的这个消费都是半价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 你是一个很精明的消费者 那么在这边 你就一定是赢家 第二个赢家就是我们的商家 或者我们讲说供应商 他们把产品带动到我们整个商城的话 在这边他赚了很多钱 他当然就是赢家 那么当然公司本身的话也会是赢家 所以你说我们商银就是三银 三方面都会是赢家 那我们是属于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消费平台 现在呢 我们从马来西亚开始开发 然后呢 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属于马来西亚的消费平台呢 宣传到这个世界各地 把我们从这边开发 还这边开始 然后呢我们就到东南亚到全球去 OK 那么而且我们是采用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我们用是最好的一个机制呢 来呈现给大家的 好 那么首先呢给大家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总部是在霹雳州 宜宝有一个地方呢叫做Birdjump OK 我们的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容易找 如果说以后啦 现在是不可以啦以后如果是说有机会的话呢 大家可以呢到我们的这个总部呢去看看 OK 我们是在Birdjump 那么非常容易找是因为呢 我们只是在这个M-Bank的楼上而已 啊所以呢你去到Birdjump呢 你看到M-Bank你就看到我们的 OK吗 好那么另外的话呢 这边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上映集团呢 是在2020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这个M-Bank的楼上的 那我们整个的集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采用一个呢 资本运作科技创新的一个方法 能够呢就是把这个全新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新生态 结合这个金融的新生态呢 成为我们的使命 我们要把所有的行业 不管你是在线上卖产品的 不管你是在线上 你有实体店的都好 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呢 全部一起联合 连结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 所以成为这样子的话呢 所有的人都因为通过我们商城 通过我们商业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信赖 才可以得到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展的目标 OK 那另外这边的话呢 我要介绍大家 就是我们的总裁 他是我们的EJ Mark Mr.EJ Mark 他是我们总裁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活耀的人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这边有一系列 他所参与过的一些商会啊 工会啊这样子 而且当中的话呢 他都是有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些职位的 所以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活耀的人 另外呢 我们商业集团呢 过去十多年以前呢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这个教育方面 就是有做批发的 就是批发我们这个课本 比如说中小学的这些 Google Dex 或者是说这些参考书 我们都有在做批发 另外我们批发什么呢 美容产品 家庭食品 还有保健食品 那么另外我们也会有 这个一站式的印刷 就是说One Stop Printing Shop OK 我们现在呢会有这个杜甲村 这个杜甲村呢 它是一个属于旅游圣地来的 据说很多巴士呢 可能是可以在那些旅客啊 去那边玩啊这样子的 然后呢就是我们有这个餐饮业 我们是有我们自己餐馆的 我们有海鲜楼的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们就是这个滇指商务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商营 这个商营的商城 那当然你看我们已经有在这么多的不一样的行业里面呢 都有有一点点的这个关系在那边 意思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不一样的领域 我们都有接触到了 我们都在这边的话呢 就寻找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方法 怎么样去做引流 怎么样去让这个人由来到我们这边来 因为我们非常有经验 对不对 你看不一样的这个全部的不一样的这个行业 我们都有接触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在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部分 那么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团队 我们有分布很多不一样的这个部门 每一个部门呢 他们都持有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 因为呢他们呢如果是说执行他们本身的这个职责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让我们整个商营的这个商城呢 走得顺顺美美的 OK 好来 我们是属于一个消费回馈的一个行业 所以呢一开始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对一样的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我们要开始之后你是先有鸡 还是你是先有蛋呢 好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供应商 或者是讲说我们的这个商家 如果说今天我们有很多鸡 就是有很多商家很多供应商 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不够这个蛋 蛋就是我的会员 那如果是说我们有很多供应商有的商家 但是没有蛋没有会员 那谁要去买他产品呢 他们是不是不赚钱呢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说我们有很多会员了 但是呢我们供应商不多 来来去去的话 会员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好买 没有什么好选择的 是不是对我们产生没有兴趣了 所以呢就是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其实一开始呢 我们公司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还没有真实启动啊 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真实启动 我们已经累积了超过3700多的这个会员了 而且呢在我们这边的话呢 有超过2万会上架啊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强势 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也非常的清楚 好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已经是有接触过很多不一样的行业 因为不一样的这个行业呢他当然有他不一样的这个引流方法 那么过去可能说你是操作 比如讲说你在这个报纸啊登广告啊 可能你在这些 社交媒体 Facebook还是哪里的话 你去登广告啊或者你做一些引流的话呢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方法来的对不对 但是方法有百多种这么多 但是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能够 吸引到各行各业不一样的人都来到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是做到一个原理我们就是知道了这个原理 只要我们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呢我们就会百战百胜 什么原理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讲的这个 我们制造了一个派钱党啊这个街头派钱党 顾名思义呢就是叫你去派钱了 怎么派呢到底为什么要派钱呢 啊你看我们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朋友他免费注册 成为我们公司的这个会员的时候呢 那么当然公司呢就会马上送你一个见面礼 这个见面礼是很大的哦 360块的马币见面礼 那么这个是一个现金券 你可以在我们会员区呢购买产品 购买任何的商品高达720块 而且呢所有在会员区的产品呢 都是放价 discount50% 啊所以那个这个360的话呢 就可以去兑换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你就支付现金就OK了 所以呢你免费注册我们就马上送给你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派钱档 就是让大家都去派钱OK 好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一开始当你注册 你免费就拿到360块对不对 那么等于说你是什么呢 你就是先赚到了 然后你才去做消费 啊所以我们是真的很不一样的 那么当然我们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而且呢你拿到360这个啊 这个现金券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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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利面 比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限期的 你是可以随时都可以使用啊 那么当然如果是说通过这样的方法 你已经是赚到了我们的这个360块 你才去消费的话呢你会很开心对不对 我先送给你你才去消费你是不是很开心 那么开心事情我们是不是要跟朋友分享啊 啊所以呢我们就会当下的话呢 我们就会消费的很开心 而且呢越消费越起劲 然后我们还会去告诉朋友说哎呦好康啊 我这边有一个后康啊你快点来买 因为呢免费注册马上拿到360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会转介绍很多的用户 让我们的这个商人呢越来越多的会员 对不对 那么当然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分享 然后呢就是说你从当中的话呢 拿到一些积分啊 拿到积分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产品方面的一个折扣 甚至乎呢你是可以完全免费购买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又累积了很多这些积分 你是可以用这些积分去兑换的 Exchange ok 兑换你想要买的这个产品好吗 ok来我们来看一下了 如果说你今天拿到360怎么用呢 是一次过用完呢还是怎么样呢 ok我刚才讲了360块是没有限期的对不对 那么今天如果你没有看中你可以留下吃吗 可以anytime我们是没有限期随时都可以来买 那打个比方说今天你看中的这个平底锅 平底锅的话呢 市场价格我们是卖130块 130块当成有360对不对 你就扣除其中的65 65的这个分数 那么当然你分数你扣了之后呢 你还有剩下200多分的对不对 那么这个200多分的话呢 你可以留下一次 你要什么其他的产品的时候呢 你再使用都可以 ok那么另外一半是怎么样呢 另外一半你就是支付一个现金65块 那你看这样子的这个方式 你是不是已经是做到了这个半价 一半是用这个积分来兑换 那另外一半的话呢就是你用你的这个65块现金来支付 就ok了 好吗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 当然其实在我们商城里有非常非常多 有时间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去拿到我们的这个网站 然后你去游览一下看看 ok那么当然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子啊 我们其实是全球到这个这一秒为止 我们是全球首创 全球第一家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资本运作 然后呢我们是用非常非常新的一个科技呢 去打造一个用半价50%的这个消费的一个新生态 让所有行业都结合在我们这边 然而呢从这边开始 马来西亚开始 然后呢我们跨越到东南亚到全球 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 才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来信赖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我们做半价 ok这个50是什么来的呢 比如说今天360很多人跟我讲 你不够用的我告诉你 对我知道 ok那么我们是可以让你呢 充值就是top up啊 一个50块呢 在你360那边 就是说你本来有360是公司送给你的 见面里对不对 那么你充值一个50块之后呢 就是说你里面会有410 可以在我们的会员区那边呢 去购买产品 你可以买到呢820多的这个产品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一半用这个你的积分去兑换 另外一半的话呢 你是支付现金 所以呢你一共会买到820的这个产品 ok那么只需要是充值一次 充值之后会怎么样呢 充值之后的话呢 其实你就会马上成为我们公司这个贵宾会员 你看贵宾会员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我们有很多voucher 你看motovac也是有 我家里用具也是有你看还有柴米油盐 账簇茶 这些全部呢都在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呢 都是用你市场看到的价钱的一半 你就可以买得到 怎么样买呢 ok一般是积分兑换 另外一半就是给现金 你是不是50% 你看很多产品比如说好像这个motovic 5000你看一半是用那个分数 最后一半你用那个分数来兑换 另外一半的话呢就是现金 那么只要你有足够的这个积分 跟我们兑换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半价直接把他这个呢带回家 还有什么呢 你看我们电视机55寸的这个电视机 还有智能手机 你看市场的价格 这个是没有二价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都是用一半的这个积分 一半的这个现金呢 就可以带回家 我们还有更火爆的是什么呢 你看 Rollex名表 金条 全部都是半价50%而已 你只要市场的这个价格一半 你就可以买回家了 豪车 你看什么牌子都可以 只要你习惯 只要你有足够的积分 你都可以用半价的这个价钱 直接跟公司兑换 你就可以带回家 不是 可以驾回家 这个车就是属于你的了 很好 还有什么呢 你看这个Petronus打油卡 OK 这个打油卡呢 是我们很多很多人都很喜欢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去Petronus买打油卡 你给他50块 他给你打50块的油 对不对 你给他100块 他给你打100块的油 对不对 那在这边是怎样呢 只要你有积分 然后呢 另外帮你支付25块的话呢 你就可以马上打到50块的油 就是你支付25 你就可以打到50块的油 半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多人 很喜欢这个的 因为都可以去打油了 半价了 那么还有什么呢 我们也是可以让你在这边 半价去管你的 所有的这些 你们的这些费用 水电费啦 你的Astro啦 你的那个WiFi啦 这些等等的 都可以在这边呢 我们用半价呢 就可以还到你的这些 包括保险呢 其实都可以 OK 公车公路这都可以 只要是online线上 能够帮你支付的东西呢 都没有问题 好不好 非常的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了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怎么样我可以累积到这个积分 怎么样我可以长久的 可以用到这个半价的这个优惠 能够去买到我心里面喜欢的这个东西 好 那么首先 当然我刚才讲了 如果今天你要成为一个VIP的时候呢 就是贵宾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享受到我刚才讲的这些好处 对不对 那么你就是充值一个50块 你刚才本来已经是注册免费 你有360 我们给你的见面比 那么再加一个50进去的话呢 你就会有410分 那么如果是讲说这个时候呢 你就已经是开通了 启动了你这个VIP的这个户口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只需要区区的一个50块 而且你只是给一次而已 ok 那么我们这个模式叫什么呢 我们不是直销啊 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不是直销 我们也不是这种MG的公司 没有双回没有对付 这些都没有在我们这一线 因为呢我们只是一个单层模式 我们是采用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我们叫做全球首创无限制 每秒多层封顶模式 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呢 每一秒钟你就可以赚到1460块钱怎么赚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如果是说你注册成为我们会员的时候呢 当然是某某人把你介绍给我们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某某人因为你升级成为VIP的时候呢 他就会因为你这个升级 他拿到了一个奖励 公司给他一个28块的这个奖励 那么另外呢公司会再送他这个计分 12的这个计分 因为你一个人升级OK明白吗 那么当然如果是说你本身也很想好像他这样子 有计分赚有这个奖励金赚 怎么样呢 你就介绍给你朋友咯 告诉他说做这个VIP有很多很多好处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OK 稍后一下子我会告诉大家 到底做VIP有什么好处 那么当然如果你没有成为这个VIP的时候呢 你就会拿到他的这个28的这个奖金跟12的计分 总共加起来这边是不是40块啊 28加12 一般我们都会讲40块OK 他就是你的这个第一层的朋友 对不对 那么这个朋友他也是可以跟你一样 他介绍他的朋友进来 当然他介绍的时候呢 这个下面这位朋友 就是你的第二层 那么这个第二层的朋友呢 当他做VIP1 他做升级VIP150块的时候呢 当然这个我们是单层模式 所以呢奖金将会是你的朋友拿到 那么他会拿到总值40块的这个VIP point 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计分 OK 40计分 那么如果是讲说这个朋友在你第二层这个朋友 他升级成为VIP2的时候呢 56的奖金跟24的计分呢 就是属于你的 OK 当他升级VIP2 OK 什么是VIP2呢 比方说今天你刚刚才进来的时候呢 你介绍了一位朋友 你是不是赚了一个40块 那么如果是想说这么好的东西 当然是要跟多的人去讲这个事情 更多人去分享 对不对 那么从中的话你就可以拿到这些计分 拿到奖金 所以呢你不知不觉你这样子做做做 分享分享的话呢 你可能就这样子分享了五个朋友 五个朋友每个给你40的话 你是不是50 20 200块 对不对 200块的时候呢 那么公司这个系统是自动的 全自动化 所以呢当他知道说你已经有这个 超过100的时候呢 他就会在你系统那边呢 扣除一个100块 让你升级 做什么你要升级呢 升级的话呢 你看啊如果是说你线下的朋友 他的级别比你高的时候 你的级别比较低的时候 你认为你可以拿到他的这个奖金吗 正常来讲是不可以对不对 OK所以呢 要不你就是跟他同级 要不的话呢你就比他高 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些奖励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升级 而且升级的过后呢 你看 他的奖励金跟计分是不是比较多 所以呢一定要升级 OK我们总共有6成给你升级 OK 好 那么这个第2 第2成这个朋友呢 他周围地图的时候是属于你的对位 然后我是想说这个第2成朋友 他再接下来个第3成朋友进来 这个第3成朋友呢 就是你的第3成 当然他升级VIP3 他升级第3成VIP3的时候呢 146块的奖金 还有63的级分呢 就是属于你的朋友 OK 好 那么当然呢 与此类推我们第4成也是一样的 然后他升级VIP4 就是292的这个奖励 跟125的级分 属于你的 当然我们换句话讲 打个比方说你自己本身升级 你看啊 你升级第1成的时候呢 你的朋友 介绍你这个朋友呢 他会拿到你第1成的这个奖金 对不对 你们升级第2成的时候呢 你说是谁拿到 你升级第2成的时候呢 是你的上面这个朋友的朋友 就是你的上上线呢 将会拿到这样子的一个奖金 如果第3成的话呢 就是你的上上上线 他会拿到你这个146的这个奖励金的 以此类推 能够了解吗 OK 我们有6成啊 我们这边第5成的话呢 这个第5成朋友升级VIP5 这个800多跟这个300多呢 就是你的 第6成 当然 Rocal Forward呢 就是他升级VIP6的时候呢 这个1752跟750积分呢 就是你的 OK 能够理解吗 好 刚才我说了360块免费送 然后呢 见面旅来的 然后你们每个人注册免费 都是可以拿得到 所以呢 非常容易的跟朋友说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就这样子分享 之后呢 他们成为VIP的时候呢 比方说 今天你介绍了10位朋友 那么在你这个 下面这边的话呢 你就已经有找到10位朋友了 10位朋友的时候 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公司这个全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呢 他就知道说你已经打了10次奖金 我们就会帮你做个圆点复投 圆点复投意思是讲说 每10个奖金帮你圆点复投一次 圆点复投一次是讲说呢 他会在你本身这个地方 你的位置 不用说在另外开户口的 OK 在你位置这边呢 他再帮你复投多一次 意思说 你的这个朋友 他的你的介绍人 他会再重新sponsor你多一次 他是不是等于说 他拿多你一次奖金 能够了解吗 如果是说今天是你这个朋友 你这个第一层的这个朋友 他本身去找10个朋友 做了VIP之后 他是不是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位置 圆点复投 圆点复投那个奖金是属于谁呢 是属于你的 OK 每10次 他就会产生一次的圆点复投 每10次奖金 OK 等于说在第二层的时候呢 如果是每10次产生一个圆点复投的话 我们这边有10位朋友在我们的第一层 第二层的话呢 因为10位朋友他们都去介绍10位朋友的话呢 当然第二层会有100位的朋友 对不对 那么第100位的朋友的话呢 如果是我们10次 哪一次的这个圆点复投的话呢 等于我们是会在第二层拿到10次 1010100 了解吗 OK 所以呢就是560乘10了 那么第三层的话呢 因为是1010 再乘10的话呢 就是1000人了 1000人每一个人的话 你会拿到146 每一个人他们在VIP3的时候呢 圆点不投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 你每10个就是1460对不对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会在一秒钟 你就可以赚到1460了 而且你在这边会拿到多少次呢 你会拿到总共100次 这边呢第一层拿一次 这边拿10次 100次 1000次 10千次 100千次 朋友你看第6层17520 你要拿多少次 100千次啊很多钱你知道吗 OK我们不要讲这样一点我们讲靠近这边的 第三层好了OK 1000个人 每个人他们呢 有点不同你拿146 对不对 那么你一共会拿到146千 而且你是每一秒你就拿到 1460块你会拿多少次 100次100秒 钱进来了开不开心 马上带你头戴很爽对不对 啊 不只这样子啊 比方说我们讲 不是每个人找10个朋友 如果我找5个好不好 比较少一点啊 找5个会怎样呢 我们用美金来计算好不好 OK 假面进这边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28的那边啊OK 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28 7乘4等于28 这边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50块 你充值成为我们VIP 升级成为VIP的时候呢 那个50块来的 OK 那么我们这边是用美金来计算 比如说你这个整个的话呢 我们讲5个人吧 我们不要找10个人 讲5个人 5个人如果是说每个你拿到7块钱 75345是不是35块美金 35块美金 这个系统是全自动化 等于什么呢 当你有35的时候呢 他会自动让你升到 VIP2 因为VIP2只需要24块 了解吗 那么在第2层时候呢 55复制25位的VIP的时候呢 这边14乘25等于是 350块 350块自动的这个系统的话呢 又会让你呢 马上升到 VIP3 因为只需要60块美金 对不对 那么第3层 有125位的VIP 一共有 4300多的这个 奖金 是美金啊 第4层 625的这个 VIP的时候呢 你已经有 累积到 43千多的美金 第5层是 3125位的 VIP呢 你这边有 600千了 没有 没有说很少 是很多 给你买车买 什么都可以了 OK 最后一层 VIP6 你看我们累积 15625位的VIP 蛮多一下啊 这边有多少 656万的朋友 全部加起来 726万 很多一下是不是 买表买车买什么都可以的 全部可以兑换 很棒 然后不止这样子啊 刚才为什么我讲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全自动 跑在哪里呢 你看啊 回来这边先拿 那 如果想我们要到 最后这边 我们拿到百万 当然我们需要15000人 对不对 如果是照这个图来 来讲的话是15000人 但是啊 奥曼在哪里呢 我们不要看15000人 我们看这样子 全自动的系统 是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 我们在奥曼在这边 我们在我们第3层 125 这个VIP的时候 在我们第3层 我们在VIP3的时候 你看啊 4375 对不对 4000多 OK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如果你要从 VIP1 升级到 VIP6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全部 累积加起来 OK 12 24 60 120 360 跟720 全部加起来多少钱 1296 1296 你看1296是1296块 他是不是 在你第3层有4000多的时候 他已经足以让你在VIP3直接动 跳去我们的VIP6 明白吗 因为为什么呢 1296块 你看这个是4000多 你看一半好了 4000 开一半2000 2000的话是不是你也是足够 直接你在 VIP3 你在第3层的时候呢 马上你就可以去到VIP6 而且你不需要 125位的 这个伙伴 在你闪下 基本上的话是60 已经够了 是不是 因为开一半 所以呢 你在这边的话 你是不是有一个 Shop card 你要直接马上上 Highway了 就不要等到15圈了 对不对 好 如果是讲说这个人不是你来的 是你闪下的一个下限 他马上在 VIP3的时候 他就降到Shop VIP6了 是不是代表说你已经很快可以拿到这个奖励金 啊 奥妙在这边 所以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奥妙就是在 他全自动化 根本不需要我们去烦恼 你要做什么呢 你就是 从头到尾告诉朋友说有这样的一个商城 然后呢你支付50块 而且你只支付一次而已 其他那些呢 全部由公司帮你去安排就 好了 OK 如果你假如说 找五个啊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啦 试试看啦 OKOK 我们讲一个好不好 OK找一个人 找一个人可以的 没有问题 因为你找三五个你讲不可以 我们找一个人总会可以的 对不对 你找一个朋友 他找10个 这10个朋友在你第2层的时候呢 你一样会有500多块 不赖不赖 那么第3层呢 我们不要讲每个人复制 OK我们是50人在我们第3层 还是依然会有7000多 第4层100个人也不是每个人复制 OK我们有28000 一个高层在一些大企业里面呢 28000 一个月的薪水啊 也不一定有啊 对不对 我们这边呢第4层就拿到了 只是100个人 第5层500好了 OK不是每个人复制 430千 你就是拿到了 另外的话呢 最后那一层 刚才我们讲15000人 现在你看我们讲1000人 你在第6层的时候呢 你已经拿到172 总共加起来是 你找一个人 你就已经赚了218万的朋友 所以你说你要不要介绍 要 找一个人也是可以赚钱 也是可以去兑换到你的车 兑换到你的那个 Rolex表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OK好来我们再看一步了 这个是我最喜欢讲的 为什么呢 名字不好听啊 火烧屁股油 这么这样子讲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喵喵屁股在着火 对不对 油火了 为什么我要show你这个这样的一个图呢 因为这个系统呢 这个模式呢 我们的确是叫做火烧屁股模式 怎么烧呢 打个比方说今天360的界面里 全部人都是呢可以直接拿到 因为免费注册 一个人传一个人一个人传一个人 人传人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个人传六层 传六个人 合理吗 合理啊 OK好 就打个比方说从第1层传到第6层 全部人都是呢免费的会员 OK 那如果有一天这个第6层的朋友 他看不懂了商营 他知道了 可能说他手上会有一些产品 他需要在我们公司这边的话呢 放在网站那边卖 还是说可能他是做 比如最近他不要月饼 要卖月饼 还是说他是做这个 比法的啊或者是说他要做什么东西的 他要成为VIP他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格去 在我们商城那边打广告是不是 那么所以呢他就升级成为VIP1 他升级VIP1本来这个奖金是属于谁的呢 他的介绍人就是第5层的朋友对不对 但是啊这第5层他是级别比他低 怎么办 所以呢我们的系统非常人性化 就会在这个 时间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段里面的话呢 通知这个第5层朋友 还有你下面有钱追你 OK你即将错过多少钱 如果他知道了他是不是马上就变成 VIP1 啊 他变成VIP1的之后呢系统又在吹谁 你看啊 吹第4层的朋友 因为他也是普通会员 他变成VIP1的时候我们就在吹第3层的朋友 再吹第2层 再吹第1层 公民生整串好像satay这样子全部人马上就变成VIP1 好玩吗 非常好玩的而且是很紧张的啊 而且你要看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是在你第6层的朋友他不是一个人要升级VIP1 他是10个朋友都要同时间升级VIP1的时候 你看如果你要成为VIP1是多少钱 12块美金对不对 那么这边如果是7乘10是70块 你愿不愿意拿12块美金 换到70块美金呢 你给我肯定是换啦 因为我赚钱嘛 对不对 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就很容易呢 让所有的朋友都自动去升级 OK 好 那么第2天 第6层朋友又升级了 他这是升什么呢 升VIP2 升VIP2是烧给谁 烧到我们第4层朋友 再烧到第2层的朋友 烧到你这边来的 而且每一个人是烧到 14块美金 10个的话就是140块 你想不想被他烧 我是很想啦 OK 那么第3层呢就是想说如果他升级 VIP3的时候呢 马上烧到我们第3层朋友 还有烧到你这边来 你看 叮叮叮 35块美金又进你口袋了是不是 35块美金 每个人都是有拿到 只要那个级别对的话呢 就是马上进到你这边来 你就升级就OK了 所以呢 火烧屁股是这样子来的 名字不好听但是很好玩 如果他要升级第4层的时候呢 他VIP4了 我们就烧到我们的 Level 2然后往上升往上推 如果是说在第5层的话 他要升级 VIP5呢 马上到我们的Level 1这边 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三个月的时间 短短这么短的时间呢 390万怎么赚 就是用火烧屁股让你赚 OK 非常非常的好玩 还没有试过的朋友呢 我是希望说有一天呢你会体验到 你体验到的时候呢 你就会好像我这样子 第一周技术就是讲不停 因为你非常非常的兴奋 好不好 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还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这个 半价的餐饮业 连锁小门店 那这个他其实是一个自动推荐的系统来的 怎么说呢 打个比方说 我们今天随必要赚钱 每个人都要赚钱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赚钱的时候呢 你要去找朋友跟他分享这个事情 你又不好意思 可能你之前呢有烧到手 某某项目可能说你真的是烧到手 还是说你是因为做某某的这些传销 但是人家可能已经是没有办法相信 不懂你哪一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什么样的原因都好 只要今天你要赚钱 你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方法 就是说你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东西 你只需要呢 购买一个1000块的配套 1000块配套你会得到什么呢 公司会送你一个加盟店 那么这个加盟店就代表说呢 是那些吃的比如说好像餐馆啊 咖啡店啊 这些等等之类的 我们就会把这么漂亮的一个图片 加上你本身的这个二维码呢 做成好像一个banner这样子 做成一个banner这样子呢 放在这个店那边 放在那个餐馆啊或者是咖啡店那边 然后呢 门口也是可以了 然后呢 就所有的这些顾客 他们去打包去吃的时候呢 都会被这个这样的banner 吸引到为什么呢 他们看到我有扫码啊送你360免费 不用钱 马上扫 给博怎么样也会扫一下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还可以看到 VIP 如果是加入VIP 有送你40块 什么东西来的 给博也要扫一下 打包比方说 如果是这一家的咖啡店 他早餐晚餐午餐都有在做打包 吃了这样子 一天100个顾客进去里面 打包吃 很正常对不对 如果没有100个顾客 我觉得可能他不能够长久了 是不是生意不好吗 所以如果他们是看到这样的一个banner 看到你的二维码 他们是不是 就去扫一下 扫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只要这个顾客 扫你的二维码的话 就是证明说他已经成为你的 下线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自动推荐系统 你有做任何东西吗 你认识那个顾客吗 No 你不认识 你也不懂他是谁 他只是把这个banner 挂在 那一个 上 那个那个 那边而已 然后呢 先去scan你的QAQ 马上去做你的这个下线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不认识他们 你是想说 我怎样去跟他讲这个360啊 这是一阵子呢 不用担心 从头到尾 A to J 一条龙公司 帮你服务到完 为什么呢 我们的客服脚组就会去告诉这个客 这个客户 360你拿到了 怎么样使用 怎么样去买这个会员区 这个产品高达720块 等等之类 直到 他们也会告诉他这个VIP好处什么 直到他们升级做你的VIP 钱是谁赚的 老板是你赚的 OK 因为你已经有买了一个配套1000块 然后我们估计呢 你每一天都会有100到300块的这个收入 因为呢 可能说一天有30个人scan 另外的 100个人里面有30%scan你的那个QRQ 可能有70% 70% 鱿鱼啦 可能考虑一下啦 还是说还在怀疑啊等等之类的 可能明天才scan啊 等等之类OK 一天30 然后一个月下来是不是900到1000个人 我们讲估计 10到20% 他们成为VIP 成为你的VIP啊 那么是不是等于说你每一天都有100到300块 啊 那就是这样简单 而且啊 这个1000块配套 公司还会另外 额外给你一个呢 价值马币2000块的 罗卡币 罗卡币是什么呢 罗卡币是我们公司在三年前呢 已经在Tex Delta 这个新加坡的 交易平台里面呢 已经上市了 那么目前我们价格是在 八毛钱美金 我们估计呢 在一年时间里面呢 会涨4到5倍 如果涨5倍的话呢 八毛钱会涨到 4块钱美金 那么你 从头到尾 你是不是支付1000块 你拿到的是不是 超乎你所想象的这个价值 而且还有自动推荐性 啊 还有啊 如果你是医保人跟我一样啊 以后呢 你可以拿到这个现金券过后 在我们医保的这个 啊 海鲜楼 啊 来消费 来吃海鲜 不过你要记得叫我啊 请我吃一顿啊 OK 开玩笑了 so如果是说你可以拿3000的配套 就说 你一共会有三家的这些餐饮业 是挂你的固条在那边 都是你的那个 QR Code挂在那边 3000店 因为1000块呢 我们是给你提供一间加盟店 啊 另外呢你还有拿到公司送给你要马币7000块的这个罗卡币 如果你是拿5000的话呢 就说你有5000店了 5000店同时候都是放你QR Code 你说报吗 我可以告诉你是非常非常报 一个 一天呢 如果是一间的话 30个人 5000是多少人 你自己说呢 数目太大了 另外我们还有给你呢就是价值12000马币的这个罗卡币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自动推荐系统的一个加盟计划 所以我是想说你今天 你买这个配套的话呢 是超级超级无敌划算的 那可能你会问我 哎呦那个老板我又不认识他 他做什么会这样好 然后把我的QR Code发在那边呢 啊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客服小组呢 就会告诉这个老板 老板你好 我们公司呢 我们公司呢要无条件送给你所有顾客 每个人呢都可以拿到360块 然后是免费拿的 而且呢他们只可以在我们的会员区呢 购买产品高达720块的 你什么也不用输 一分一毫你不用给我 我只是要挂布调购买 OK吗老板 老板就讲OK啦你就挂了挂了 OK放门口也是可以 对不对 就这样子的话呢 你可以要过去那边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告诉老板 老板其实呢我们还可以将你这个店呢 做成 在这个区里面 哇你是第一家 半价消费店 我们免费帮你打广告 在我们商城那边 而且你的customer进来吃啊 打包什么都好 包括喝酒 你都可以折扣50%给他 然后明天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回你的100% 老板你要不要 老板就问你咯什么条件 或者说要怎么样的加 很简单条件呢就是说我们合作是 一年50块 就等于我们做这个VIP 做VIP然后我们 10%这个利润里面的话呢 10%是给公司 就是这样简单 所以呢 基本上的话呢是没有老板会拒绝的 你看啊如果那个area 好像我比如讲说一个甲洞 一个甲洞只有你一间大大的布条放在那边半价消费 哇你看半价消费店 你排对吗 肯定是 排排很长龙的对不对 这个的话呢老板肯定是不会拒绝我们的 OK 好 那么如果是讲说今天你知道了 这样子一个360 360 怎样做 给我一个方案 有个方法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们上年有一个成功三分取 第一步骤就讲说你10天时间里面 你告诉10个朋友 告诉他们有一个半价购物平台呢 免费注册就可以马上拿到300日的界面里 然后这个界面里的话呢你是可以到我们的会员区那边呢去购买到达720块的产品 就这样简单 Step1 Step2是什么呢 Step2就是你交代这10个朋友他们也要 不要这样自私吗 可以有好的东西啊 Sherry is caring 跟全部的人讲 然后呢他就告诉 10个朋友 他们也是可以 free 注册 拿到360块 也是可以买720产品 大家都一样的 两个这样的步骤而已 两个step 就是说 你自己本身找10个朋友告诉他们这个事情 这10个朋友也去告诉他们10个朋友 你是不是100个人 你就这样子两个简单的步骤呢 你就已经成立了一个100个人的团队 容易不容易 非常容易 好 第三步骤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朋友呢 我们包括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都要告诉他们说 做么你要做VIP呢 你升级做VIP有什么好处 首先的话你做VIP你升级为VIP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是公司这个经营者 OK你是我们三元经营者 那么当然你每介绍一位朋友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赚到 马币40块的这个 就可以 对不对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你用这个 VIP的这个分数呢 你去我们指定的商家那边去消费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拿到cashback cashback是我们讲 像我们用信用卡 我们刷卡 刷1000 银行是不是会还我们30块 这边也是一样的 只要你用到1000块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给回你30块马币 同样的道理 OK 那么如果是说你刚刚才升级成为VIP的时候 当下你 可能还没有累积到 任何的这些 计分的时候呢 你不能够去兑换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某某的这个 指定的商家那边的话呢 你是可以 直接跟这个商家拿到5到30块钱 比如说你要去洗车 OK洗车老板呢 他是 是我们的这个商家来的 那么你也是VIP 你就可以拿e-voucher 去到那个 洗车老板那边呢 跟他讲说 你要洗车跟打辣比如说200块啦 OK他给你30% discount 给你30% discount 你不用给他200你给他一个140块就OK了的 OK你给他一包就OK了的 就是这样简单 这个就是我们 所给你的一个优惠 好 另外的话呢 你可以在你升级的时候 你每次你升级的时候 你都会拿到同等价值的 这个购分 然后呢 你可以好像之前这样子 360这样子呢 你在会员区那边呢 继续购买产品 你升级就已经有了 所以你告诉我 360 不够用啊 这边有很多等着你 就等你升级 升级之后呢 你有用不尽的这个 购分 让你去这边消费 OK你是兑换不完的 非常非常多 好吗 那么第五的话呢 就是说 你这个户口呢 你是可以呢 将里面所有的 寄分 你没有限你时间呢 随时都可以来 换礼品 跟公司换礼品 另外我们还要给你这样子 这么美的一个 广告设计图是免费的啊 然后里面呢 就是放你这个二维码 如果你需要的话呢 你是可以跟我们公司 这个客户小组 告诉他说你要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他们会给你email 他们会email给你的 就是这么简单 OK 那么同时候的话呢 其实成为我们公司VIP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有三重的身份 怎样讲呢 OK 第一个就是因为你是VIP 所以呢 你所有的这些 你兑换到 你有很多积分时你可以兑换很多产品 所以你是一个经营的购物者 对不对 那么第二的话呢 你是已经是我们公司这个经营者 你是可以让这个好消息推广出去 然后呢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拿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优惠 然后这样的积分去兑换产品 对不对 第三如果说你当下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产品 你要把它 宣传到所有的这些会员当中知道 你要推销给他们的时候呢 你是立法成为公司这个商营的商家 就是讲 不管你是线上线下都好 你都可以在我们这边免费打广道 从头到尾你给多少钱呢 50块 所以是不是成为一个比赛是非常非常的好 对不对 OK 另外的话呢 我要给大家知道 如果是讲说今天 我刚才讲10个人 是不是说你找10个人以后你就不用找第11个第12个呢 不是啊 你要找200个300个都OK的 为什么呢 你看 第1次如果你找10位朋友 每1位你只要赚40 几分啊 OK 那么他们从业币完你就会拿到400块总共10个人的 第2层为什么10位朋友介绍出来不是你的朋友 那么这10个人他们升级VIP2你的第2层嘛对不对 你就会有拿到80块每一个人 你是不是赚了8000 第3层是1000个人也是你朋友所介绍的朋友也不是你朋友OK 那么这边的话呢他升级VIP3 你就会拿到每个人200块总共是200千 如果第11个人你是不是一样有40块 第12个人也是不是一样有40块 第下面这个这100人的话 累积到101个人的时候你是不是有80 102也是不是有80 这边1001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有200 你看这个收入是不是持续性的 这些继分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进来的 对不对 所以想说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OK 我今天这个不用做什么 不好意思啊 好另外的话我要告诉大家了这边呢 有商民就会有惊喜 在还有两天时间啊我们在期待做 我们的DATO呢会给我们公布的大惊喜啊 所以现在我暂时给你知道之前我们有说到的经营是什么呢 之前我们的这些伙伴们呢 他们就因为在10天时间里面呢 找到了10位朋友 都是他的VIP 公司就会送出一只呢 价值699块的护肤品 碰了这个之后呢 脸是美美亮亮的 挺挺的OK 你变年轻20岁 这个已经过了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有 商营 就是有 惊喜 OK 另外呢 还有这边有很多朋友 其实这个我只是暂时说放一点上去啊 不是说全部都放啊 放完的话我不能要多少个pitch OK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些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些朋友呢 他们在短时间里面 能够呢 找到5位朋友成为VIP 他们就可以拿到公司所送出这个罗卡币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罗卡币OK 价值马币222块 222块就是 3条2的这个罗卡币 这个优惠呢 差不多要结束了但是还有机会 大家不妨去冲一冲OK 你看有很多包括我们的马来同胞 他们都已经成功 做到这一点了非常非常恭喜他们你看 这边只是一小部分啊只是那些比较帅啊帅哥帅男啊美女啊俊男啊这全部我们放在这边 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放进来OK 没有位置了因为要做一个lock这样子给你看到很漂亮 OK来 我们这边的话呢到底是什么优惠呢 我们到20号就接纸了 如果你在当 现在1号到20号呢 你有了5位的VIP 你就会拿到 马币20 3条2了OK的罗卡币 那么如果是说你找到10位朋友的话呢 你拿到3条3 你找到15位啊 你有3条6 这些全部都是价值 马币的这个 罗卡币来的 如果你找到20位恭喜你你共拿到公司送给你的马币的999的这个罗卡币OK 只要你找到这些朋友VIP1 你就可以跟公司play了就马上拿到 那么如果是想说今天 你除了可以赚这个以外你是不是拿到40块 你是不是有40块的那些分 对没有错另外还有什么呢 OK如果你讲说 你拿到了这些之后呢 你是不是就已经能够升级到VIP2啦 对不对 如果你在VIP2的时候你下面的第2层朋友你再给他们5位成为VIP2 你就可以拿到价值马币1000块的这个罗卡币 我们只限时份送完为止 第11位 不好意思已经死了 我们就送完为止就没有了 如果你叫VIP2的话呢你再给4位VIP3在你第3层 你就拿到价值2000块也是一样10份啊 VIP4 再给了这个3位的VIP4的时候呢 在你第4层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 价值3000块马币的罗卡币也是一样40份 VIP5你再给你第5层两位 VIP5 你就可以拿到 价值4000块的罗卡币 那么最后一层呢就是VIP6 VIP6的话呢如果是说你成功再给到一位 在你的这个第6层的话呢成为VIP6 你就能拿到价值5000块马币这个罗卡币 总值公司已经送出了150千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公司大爱 那么另外也要告诉你一样的事情 如果说今天 你可能在VIP3 OK 你是不是可以在你第1层这边呢 找到其他的这个5位啊10位啊 15位20位的这个VIP1 你赚到40块你赚到3条9 你在你的这个第2层那边呢 你 再赔5位VIP2 你又再赚到一个1000块 你本身VIP3 你 就是再赔4位VIP3在你第3层 你是不是会拿到2000 如果你是VIP4呢 你在你的第4层 推荐就是再赔3位的VIP4 你又赚3000 刚才999加12000加3000 6999你就马上可以到账 罗卡币 多吗 很多一下你知道吗 还有那些 40块啊80啊200 还没有算哦 所以呢 还有一点点时间啊 赶快啦大家要用心一点的OK 如果是来不及 不好意思了我们下一次的 我们还有另外的惊喜呢 再告诉大家 OK 我的分享呢到这边了 那如果是想说今天 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麦 好了 我认为呀 我认为呢 好了 我认为可以让你 并且我认为 帖票